词曲护士相信词 依不合理的缺产环境、缺产环保法律 奠定、延伸更严重的关爱问题制及损失 黑箱作业、众效恶果 那么这本书,我写的这本书呢 《探台湾与农立国、恶法美农、政府无感、地者无助》 这本书呢,可以很详细的说明这一切 那么经过历经二十五年的努力 虚取分量终可以回归农地 那么这个要感谢泰洋化的努力 似乎至今虚取分量是农地经过,几是这样 为全世界只有台湾以1990年黑箱定定 次为有坏失业汇修 以至于虚取分量有机处理回水全是流失 虚取分量回水 那么 失贯农地生产作物 共延续使用着有机农业循环 利用自然法则断耀 必使农作物依赖适用化肥 导致台湾农地突然酸硬化 有机农业没有吧 世界农业生产国家 既认为虚取分量是有价值的有机制回料 并可利用于农地 欧盟大多数国家既以虚取分量利用于农地为主要考量 甚至以农地能够释放多少虚取分量作为虚取食养式计算之意 何然如此,号称世界养殖亡国的丹麦也如此 回克环保时在1990年及1991年定处恶华时 我陪同虚产界团体人士抗议时 恶华是永生难忘怀某事 为9290年不止虚正大员,消极无作为 虚掌猎者无助,奉承全女者 甚至严重扭屈,裂造事实,伤害台湾养之 虚荣有形象,讨好奉承全女者 这次情势一再发生,属我大使所望 所以就是刚才写的 刚才那一本书 《探台湾野龙立国》 《二华美龙政府无感业者》 辅助这一本书 那么四项应对台湾农蓄产业 禁止的传逆者成情 并且也准备简报 但是没有回应 上天不复有心人 我所期待的太阳花次线 由于台南市环保联盟 南社东港区保育协会人员 及屏东县环保局如台影局长及局内同事 在2015年间多数邀请我参与论坛引导会 增加彼此间认识与共识 终于在8月间 因屏东县环保局人员 与环保史人员沟通下 达成共识而修正法令 自2017年开始 凡是蓄产业者排放水 排放水体必须付水务会 但是回归农地这名的奖励措施 对续产业者节省水务会 续行分量回水可支援化 全面推动有机农业 友善大地 对台湾农续产业是一大福音 水量汉报是以2015年8月修正水污浪 防治措施中 修正增定积木业造与招加作为农地回分之管理规则 为农委会至今没有提示 公布审查预计 请农委会立即成立 续行分量回归农地服务团 引提台湾农地土壤性赚图 定定在某地区农地种植核种作物最高容许 核种续情排泄物经规定处理后 回归农地之去情食养投资市之规定 并经公平会讨论修正后公告 作为审查依据 令由地方县市农业局负责审查辅导责任 避免黑箱作业 原委的叔叔一再重演 而环保局负责独导执法 那么从自由十八澳2017年7月16号的报导 有一个修务水污汇开征所领打气责 这个报导可以看出来 台南市有600家修务业者 为住今仅有30厂申请修务业水污原化计划 台南市会续行农业大事 伤情如初 门委会与村庆处长 难道阁下还在睡觉 还好 至于18澳2017年10月7号报导 已换了谢耀心处长 恳求谢耀心处长多关心 拜托 此外 范宝市于1991年10月29日修订公布 修务业放流水标准 增定西欧利项目 修尿为有西物 订定美欧利项目应该是合理 但是美欧利以外又增加西欧利的项目 应该是全球独一无二 请问环保所按柜时锁定西欧利财水样 及申报的技术 台湾西分野自1991年因为分析西欧利的水样 过程所留下的牛霜云及牛霜拱等 注明重金石淫生多少 而这些重金石污水如何处理 全台又有几家合法中业处理舱 牛巷 据我所知道 本年在1999年 离开需食所以后 全台湾不久没有一家合法的处理商 但是最近黄保署业智能处长回航 告诉我 台湾目前至少有四家合法的处理商 那么像这些问题 无论在公开场合 或是面对媒体 或者我的制作 我要退休的时候 谁一个养殖、排泄、汇气、制原化、处理、技术 这里面就有提到 那么我就从1999年 从屈指头退出以后 就寄给历届新到任的环保署的署长 那么到张主任署长 以后就没有寄了 那么主要是提醒、质疑这些问题 为何黄保署至今一直不敢面对 更何况修指头 曾经建议以透视度计 代替现行检测方式 至今不稳不稳 渐行黄保署 赶快取消COA这个项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成果 人 Act